這世界很習慣 只要你看上夠特別 他們就會認為你夠成功 會羨慕沒有你去不了的地方 也沒有你沒見過的人 而我的人生夠特別 夠搶眼也夠無聊 我是蘭谷 親愛酒店的高級主管 過著別人羨慕的人生 而我卻活得無比煩躁 因為只有我知道 我被囚禁在所謂的精彩人生裡 即使哪裡也去不了 任何人 也理解不了 你好 我今天想要 你不要收人了嗎 稍等一下 老闆長你好 辛苦了 那天我像平常一樣 卻在收拾客人房間的時候 意外發現一張卡 原來 展說中的網站 是真的存在 變賣做人的一切 學會像狗一樣與人相處 然後換取錢 更多的錢 但我發現 明明竟有這麼多熟悉面孔時 我不再猶豫 決定換種火法 做隻狗 很快 我收到第一個任務 那是一次關於慾望的任務 只是沒想到 參與任務的 是酒店的常客 把火車掉出來 把衣服換上 屋主熟練的給我上鎖 撥光我的衣服 坦白說 當你開始習慣時 這一切 沒有想像是那麼糟糕的 人骨咧 我偷看著鏡 挑戰在做任務 他比我配合得多 也享受更多 或許當你明白 做隻狗或不做隻狗 每個人仍然都會失去些什麼 誒 讓我再說 你會更加知道 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那一切不是都說好是5T嗎 從此之後 我不再顧慮自己去 於是 獲得更多 比想像中更多 更多的任務 更多的報酬 慢慢的 我開始熟悉這個遊戲 也開始熟悉做每一隻狗 你在吃什麼 爸爸 爸爸 嗨 爸爸 餵弟弟吃吧 爸爸 餵弟吃吧 爸爸 直到認定這個任務 這真是電影裡才會有的劇情 我想不到 在同一家酒店裡工作三年的我們 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飯 已經是這個樣子 不要做好一隻像爸爸的狗 和空調 不要做好一隻像嬰兒的狗 只為了好好眼前這個 我們原本以為非常了解 現在卻無比陌生的女人 當你選擇做一隻狗 你就再也沒有全力拒絕 或退出 現在的我 我不再拒絕一切 所以擁有一切 我可以選擇做任何一隻我想成為的狗 但是 我又能去到哪裡 我回到這個熟悉的地方 當初我成不顧一切想逃離的地方 成人變成狗的地方 我要一間雙人房 原物先生 請問外面找了 可是你還要嗎 這個月 這個世界很奇怪 不要你看上夠特別 他們就會認為你夠成功 會羨慕沒有你去遭遭的地方 也沒有你沒見過的人 但他們不會關心 你會付出多少代價 來讓自己變得特質 你會如何讓自己 變得所有人都羨慕 也都需要的狗 還是 你有狗膽 選擇一無所有的自由 去你能去 卻去不了的地方 做你能做 卻做不了的人